- 大家看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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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有人戴過菜單嗎 - 就像那個什麼薛定樂的貓啊 - 你永遠不知道他裡面有沒有 - 嚇了出這個兄弟 - 四個兄弟 - 四個兄弟 - 四個兄弟 - 整個中文說唱前準備開始換學了 - 你們的心思很透明 - 想噴點關係 - Sorry who are you - 江貞湖 - 江貞湖 - 江貞湖 - 希望那COPP me - 跟我在POPP里說 - 只能跟他講清楚 - F**k Parazi too many - 換色頭髮太引人注目 - 哈囉大家好 - 我是DigiGhetto的太子KIV - 歡迎各位來到Golflex腰殘萬塊 - 這個是一個火鍋店的菜單 - 我為什麼要帶這個菜單過來呢 - 其實它對我們和對我的意義都特別大 - 我不是四川人 - 但是我來成都已經 - 已經兩年多了嘛 - 然後為什麼帶這個火鍋店菜單 - 是我們當時DigiGhetto - 這個名字定下的 - 就是在這個火鍋店 - 我們幾個人在吃火鍋的時候 - 就是這家火鍋 - 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吧 - 然後也是前年的這個時候 - 天也特別冷 -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也是 - 像無頭藏蠅一樣的 - 找不到方向 -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在不同地方聚到一塊之後 - 就說 - 那我們就不如有一個組織一樣東西 - 後來DigiGhetto就這樣出現了 - Digi的意思其實是Digital的意思 - 就是虛擬 -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網絡上先認識的對方 - 我們都是在不同地方 - 過來會去到這裡 - 就像一個Ghetto一樣 - 碰到了一塊 - 那我們就簡化成DigiGhetto了 - 對就是這樣 - 這個也是我隨身會帶的一個洗漱包 - 還蠻方便的 - 裡面給你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- 一個發泥 - 然後一瓶香水 - 必備的這個 - 然後還有一個T恤刀 - 刮虎刀吧 - 這個是吉利跟 Dave聯名的 - 這個是我女朋友送我的一個禮物 - 我覺得還蠻實用蠻貼心的 - 它打開很方便攜帶 - 這個是廣告啊 - 這個是真的 -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-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小格子裡面裝的是我的一些牙線 - 因為我覺得牙線這個東西呢 - 它比牙籤要好用 - 然後它也不會特別損傷你的牙齒 - 你說真的給我也用嗎 - 可以啊 - 就像Azen跟你一個棉籤一樣是吧 - 因為我之前是一個比較愛丟三那四的人 - 但是有了這個之後 - 我覺得它可以減少我丟東西的次數 - 然後這個裡面能裝的東西其實也挺多的 - 因為你這個 - 已經蓋到你了 - 誰的鬍子不最帥 - 長得像你一樣的那個人吧 - 那肯定Tommy啊 - 主要是他天生就有那種鬍子 - 那種鬍子我想像也長不出來主要是 - 這個是一個Bear Brick的一個擺件 - 但是我從來沒有拆開它 - 但是我當時為什麼要買呢 - 因為我那時候正好搬了家 - 因為我很喜歡Bear Brick - 但是我喜歡它比較老的一些物品 - 它上面正好寫著家內安全 -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像以前每個人家裡都像有那種 - 護符一樣保平安 -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-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-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一個玩球型卡的人 - 然後這張卡也是我偶然看到的 - 它上面是 - 我看這個是2016年 - 他們這個公司出了上面一個玉皇大帝的一個這種系列 - 他們當時是出的是中國跟印度那邊的神話人物 - 我也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蠻有意義的 - 就是也是可以放在家裡面 - 算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護符一樣 - 這個是我童年的一個記憶吧 - 姚明跟麥迪 - 這兩張卡是我正好看到 - 他們已經把這兩張封存在了這個卡磚裡面 - 腿受傷之前我也有想試過去打籃球 - 因為我初一的時候其實跟童林人比起來長得挺高的 - 我初一的時候我的身高已經有1米76 - 這樣我也蠻想打籃球 - 但很不幸那一年沒多久 - 我就出了車禍 - 腿就瘦了傷 - 所以就放棄了打籃球這個事情 - 但是也很喜歡這些 - 姚明麥迪 - 就是我青春 - 對籃球 - 甚至高過於像科比亞這些人的一種偶像吧 - UFC的一個卡片 - 這上面是張偉麗 - 我們中國的女選手 - 這張卡片它怎麼說它是八邊的 - 八邊是什麼意思呢 - 就是這個世界上只有八張 - 然後我手上就一張 - 然後這一張故事就比較搞笑了 - 它也是一個 UFC裡面的一個選手 - 它叫馬斯維達爾 - 它的外號叫惡棍馬達 - 然後這張卡它是25邊的 - 然後我這個是它印刷出來的第一張 - 這個東西跟投資一樣的我覺得 - 然後主要是它另一方面就有點像開盲盒 - 你也不知道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- 你開了它可能你16萬 - 它裡面的東西的價值值值個一兩萬 - 但是你不開你就 - 就像那個什麼薛定厄的貓 - 你永遠不知道它裡面有沒有東西 - 你不開就代表它的價格價值一直在那裡 - 第一個我個人的一個定制的項鍊 - 是成都的Glacier Boys幫我做的 - 這上面刻的就是太子 - 它用了肉眼3D的技術去幫我完成了這條項鍊 - 但它的細節就是有很多 - 它在上面這個所扣的這個位置 - 它上面就是幫我做成了我個人的名字KIV - 後面就是做了一個我們的一個想法吧 - 就是地基街頭中橫四海 - 就是以後我們會在哪裡你們都能看到我們的聲音所在 - 這個是我當時我6月底發布那張專輯 - 《 Who is Keith》的粉絲座的一個磁帶送給我 - 我覺得很有意義 - 我現在我也沒有打開過 - 然後我覺得磁帶這個東西 - 它可能是對以前的一些人的一些情懷吧 - 它很用心的幫我做了這個 - 它還跟我說裡面有 - 它親手弄的每首歌的歌詞本還在裡面 - 所以感謝它下了出這個兄弟 - 是個兄弟啊 - 對 是個兄弟 - 是個兄弟 - 我們基本好像都是男粉絲標的 - 這個東西是我們團隊所有人的一張實體的專輯 - 每張專輯背後的故事我都知道 - 這是我拿到的第一張 - 是很早之前 - 跟我們製作人包括夏里出的一張聯合專輯叫《御童子》 - 這張專輯現在市面上已經絕版了 - 甚至有人可能會花個四千塊五千塊去求這一張專輯 - 去求這一張專輯 - 還有我 - 我就沒有給自己錢2Ki是吧 - 他們基本都有 - 這些是在裡面的 - 然後這張反正拿到了之後 - 它就變成了我家裡面的一角買到 - 也是我可以很驕傲的一個地方 - 因為 - 因為這六張專輯確實在這兩年創造了太多歷史了 - 世界在下層我們在狂歡嘛 -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事情的本質 - 然後我也很榮幸我是一份子 - 接下來我們的計劃是包括我個人的 - 是我在明年的上半年 - 我會釋出我個人的第二張專輯 - 專輯名字叫《太子》 - 裡面都是我跟我個人相關的一些元素 - 會放在這首歌裡面或者是整張專輯裡面 - 然後我們接下來計劃是我們年底會發布我們DigiGhetto的大專輯 - 裡面有超級多歌 - 然後也會有去到很多城市舉辦我們的巡演 - 希望能夠見到你們的身影在 - 然後整個中文說上前準備開始換學了 - Let's go, DigiGhetto year - Hello 大家好,我是DigiGhetto的太子KIV - 歡迎各位來到GoFlex腰殘萬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